我越来越觉得 读理论读理论 做实践做实践 最后就变成了故事 一切所有的规律 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你说幽默也好 轻松也好 道理也好 都在故事里边 如果这个人能不能讲故事 讲了很多很多 别人做过的故事 基本上就等于 我们NBA课程学的案例 案例去把它学好了 那么你就基本上是 知道这个道理了 这个我过去读NBA的时候 老读案例我也非常不习惯 我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答案 是吧 就讨论 讨论 再讨论 那最后怎么对 怎么错呢 一种案例下去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可能NBA还找不到 再更好的解决的 学习方法 还要讲案例 今天呢 我就讲一讲 我听到的 经历过很多故事 那么也把今天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题目呢 叫变革与演化 复杂变局中的中国企业管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题目 很多人就喜欢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题目 变成 它没有答案 也没有内容 也没有 也没有方向 反正随便讲 就是反正中文大变局 你说你怎么管 没有变局 你也要管 变局 你也要 你也要管 反正是这个 这个 不两个方的一起来 也没有更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呢 还是把它这个 今天就把这个 讲些故事 一按这个逻辑啊 讲几个 几个故事呢 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 就说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变了 那为什么变了 企业变了什么 中国企业该怎么应对 那么 最后有一个简单的 我的评论 第一个 我讲讲这个 什么东西变了 我呢 前 就在前 一个礼拜吧 两个礼拜 北京开这个 APAC和中国的十年会 那么也有 来了两个的 美国的这个 就代表吧 参会 我就和他们中午吃饭 那我就问他们 因为 下次会要在九金山开 所以我就问他们 我说这个 如果中国企业 现在 去九金山边上 买一块地 建个工厂 我说咱们不建芯片厂 就建这个 做鞋的什么工厂 行不行 他们两个严肃了 很长时间 就要告诉我 社会上可能不能接受 如果中国人 再来建工厂 可能不能接受 那我说 如果说 中国公司 去九金山 这个当汤 买一个楼 行不行 他们说可能也不行 社会不太能接受 那我就感受到 目前是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绪 那而且 有一次 是加拿大的 也是公司的CEO 很大的公司CEO 在三 四月份时候 来北京 我和他吃饭 他竟然问我 说今天 我从饭店走出去 晚上 我从饭店走出去 我一个外国人 是不是不安全 在中国 他们问的这些话 这种误解程度之深 让我感觉到 是非常吃惊的 我给这个 两个美国人讲 我说如果美国公司 到今天来 在北京附近建工厂 在北京中心满楼 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人很欢迎的 但是呢 可能美国人 就不一定欢迎了 你可以看到 这个局势中变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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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 和新西兰 就最近新西兰总理 这个访问中国 那么他代表 他能成员之一 也是APEC的成员 那么 我就和他 也吃过一顿饭 那以后 那我就一路想问 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怎么感觉的 这个人呢 说了说去 他一说 这个问题啊 他说 China is too successful 这是答案 那我说 因为他那个 澳大利亚那个总理 那个 Kevin Rudd 他写了一个书嘛 叫这个 叫这个 一场 可以避免的战争 比如说 中国和美国 不一定非要打 可以避免 但这里边 讲了很多冲突 什么形成的 我一跟他讲 我说Kevin Rudd 写那个书里边 包括了 比方新疆啊 什么香港啊 南海啊 台湾啊 那些事 我说 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他说 这些东西 都不足以造成今天 就是中国 too successful 这个话 已经几个老外 跟我说了 不是他一个人啊 最近他有说过 他就跟总理来访问的 那么 和这个 加拿大 这个公司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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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讲的时候呢 他觉得 这个问题形成 比方说 由选举 来驱动 那么现在形成了一个 叫这个popularism 就是这个 民粹 民粹主义 现在很 很公开的 两党都支持的 民粹主义 那么这个 历史上不多见的 那么 就形成了这个变化 这个 这个 当然 他也说呢 这个 这个是 我说澳大利亚 这个 这个APAC代表 CEO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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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 他说 他说这个东西呢 他说我从美国的中部 走过一段 那确实感觉到 美国的中部呢 是有些败落 就业啊 经济啊 有些败落了 那么 这个东西呢 可能就拿来这个 说中国 因为中国的竞争 那么 变成这样子了 那最终呢 我觉得 出现两个 两个 这个 为什么会这个东西 又演化到政治上去了 我觉得最终呢 出现两个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 我是和澳大利亚 这个 这个 这个CEO啊 他讲 他 我后来讲 他 我说他认为非常对的 他说看起来呢 就是 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方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啊 不利于美国民主的发展 最近奥巴马 你看到 最近奥巴马说的话 在新人上 访问他 就是两三天以前吧 访问他 他说的话 他说 太大的贫富差别 会 对 让民主 改变他的形状 那么 整个问题 这个变化 就来自于说 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的成功 那么 使得 中国的经济 因为在国际化程度下 就要和美国的 一般的企业去竞争 那美国一般的企业 原来成本很高 美国一般企业受到影响 一般的企业 不是 苹果啊 不是这个 这些 这些 这些美国新经济的企业 那么 受影响 自然就变成了一种 可能带来一种 贫富全助的 因为资本呢 可以往国际化走 因为资本 在国际经济来讲 数据越来越高 这个 那么 资本数据 原来 国际经济的增长 原来 原来高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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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的 劳动数益 那的话 资本的一路 因为资本可以国际化 这边可以走到最贫穷的地方去做最好投资 那么可是你这个 公务人呢 一般就在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因为受竞争嘛 所以变成是一个 就这个 收入就没那么高了 那么自然性的人口就差别 人口的这个收入 这个 分配就大了 大了以后 人口就慢慢变成了 另外一群 所谓中产阶级减少了 投票就变了 投票一变 就来了 就来找中国毛病了 那这样就变成了一个 说投票一变以后来找中国毛病 就变成了一个 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什么了 就所谓的这个叫 这个 谁来 谁来 操控这个世界 谁来领导这个世界 那就 就变成这个了 那这个变化 目前呢 就正 是已经发生了 而正在发生 这个变化呢 实际上 这么说 是 可以说是 违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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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西国家 过去 信仰的 价值观的 他们过去不这样 也违背了 他们过去的 遵循的很多 道德准则的 我呢 就是在美国上过学 和宁光一样 那当时也学了很多美国东西 我对美国也非常的崇拜 我也 当时 当时你记得那是83年 可能很多同学没出生了 在83 84年 那时候那个 就 SEOB SEOB 大街 大激荒 全美呢 动员起来 支援 SEOB 有首歌 叫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那个 那时候呢 是美国人的 Head in hand 这个 这个Cross border 就从 从这个洛杉矶 一直到纽约 跨 他这个 这个整个美国 就手牵手 拉起来 我还去了 每个人发了个T-shirt 然后就是 我正好站在桥上 唱这个歌 捐款 很宏大的 直播 那觉得这个国家 太伟大了 这个国家 不光是自己伟大 不光是自己富裕 他还支援别人 那么和今天比起来 就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 今天叫 American first How we are the world American first 那它转变 这个和他们价值观 是不一样的 并不是说 他们 这个东西 我认为它是一个 偶然的转弯 但是那就发生了 今天就发生了 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么 当然这里边呢 我今天没有说那个 因为很多书啊 我们是同学 学者 可能是个 陆院长 肯定是 那么很多书呢 我以前有个PPT 就是说这个书的问题 那么很多书呢 就是这个 就是 有那么 可能有那么 你要追踪的话 有那么 二三十本书 主要的书 代表了这个转变 第一本呢 就有关于 就是叫这个 什么 就叫这个 这个 历史终结 这就是那个 弗朗西斯 佛山写的 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 他认为 到了那个时间 大约在八九年吧 就是这个 这个 所谓 冷战结束以后 那么他认为呢 世界终结了 因为世界不用在 因为世界 找到了一个最好的 就是美国 为代表的 自民主义制度 以后的制度 以后的 所谓的 这个社会 就是重复了 那么然后呢 就所谓的 这个叫 这个 这个 华盛顿共识 应该怎么发展 然后 后来中国的崛起 北京共识 后来变成 中国的威胁 那么再后来 就变成了 这个 所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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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要战争 当然最近 有一些变化 美国人认为 他们自己民主 就出了问题 那么一看 这一圈 转下来以后呢 那么世界形成 就走到了今天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 特别有一本书 就百年马拉松 可能这个 我这个书好像 没有翻译 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 就是 就讲这个 中国人 他们一个逆想 讲中国人 怎么准备来 concur the world 怎么来 dominate the world 那么 就他们 他们想的 他们想的 他们今天 还想到说 那个什么 中国人会 先去月球 不知道月球的水 他不知道 有没有水 就抢跑了 那么 各种逆想 各种逆想 那么 那么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 这个世界 就这么 这么 就转变过来 后来说 为什么这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这个 第一个呢 当然是意识形态 这个意识形态之争 道路之争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没完 这个 那么对中华文明 走过来几千年 它研编的过程 不承认 以为呢 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 才是一个唯一的 可遵守的一个文明 就刚才宁光讲的这个 就这个 这个马什么 马上坡了 马上坡 是吧 马上坡 就说 我是一只 不断 狗 最后也没有教醒 中国人 他觉得没有教醒 中国人 但他的意识形态来讲 但是目前 中国的所谓 因为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这个环境 中国的这种 历史的延续 文化 历史的延续 直到今天的 文明形态 应该说是 中国人民 自己慢慢形成 这么个文明形态 他应该在 全球的文明形态中 作为一个 文明形态的 多样相对一种 得到尊重 但是这个呢 现在觉得 这个已经 变成很大的一个 问题了 那最近这个 Tony 这个布林肯 来中国 他来之前 讲了几句话 也是讲 我是要到中国 来推动 推广 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这个也是 这个争端呢 是没有结束 但是呢 我觉得 就是这个 最近中央 多次 文件里面 讲话里面 领导讲话里面 多次讲这个 文明多样性 承认世界文明多样性 我觉得这是中国 中国只其中一种 就是这个东西 带来矛盾 那么当然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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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这个 这个 为什么中国人 为什么这个 中国会 为什么中国可以去 来 来这个 争霸 或者是来 Dominate 或者是 来在世界上 扮演 主要位置 这个他们是 基本上是 不太 能承认的 几年前呢 还是疫情之前 19年 疫情之前的 最后一次 我去达沃斯 那么当时 华为的 胡侯坤啊 和我们一起去 那去了以后呢 那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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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沃斯你知道 那个会呢 很乱 他就乱七八糟会 反正也没有什么 一定去哪个会 你随便听 很多个人官会 都在开 那我说 后空下午 你去哪个会 他说我去那个 通讯 什么什么有个会 我说我听这码 我跟他就去了 然后呢 进去以后 这个房间很小 就是四五十个人 全是全球 各通讯公司的CEO 他那个会很有意思 没有议题 没有主持 也没有 他们也没有讲话 五十个人进来 一关门 在里边 爱说什么 说什么 没人管了 那么最后 那么随便有人说话 有人问嘛 怎么怎么 就开会了 那后来没几句话 就问到5G了 那么以后 这后空就说了 5G啊 现在怎么那么好 怎么怎么做的 说是这个 他说呢 我估计呢 华为的5G呢 当然很多通讯公司 领先 失业通信这个水平 两年半 就希望大家能用这个5G 那很快 这个有一个CEO 叫BellSouth 是南北尔公司 就出来挑战了 他说 他说 他说的非常直接挑战的话 他说 如果你送了5G 说全球的5G电话 一定分成两部分了 一部分 一部分 是西方的5G 一部分 是中国人的5G 那为什么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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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呢 他说 How come A Chinese company can dominate 他说非常 和Chinese company can dominate 怎么可能一个 一个中国公司 可以 可以主导这个事情呢 他说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技术原因 没有任何成本原因 就是 Chinese company 我听了我觉得 和你吃非常吃惊 这个电话 你不可能 中国人来主导的 也就是这个 这种所谓的 政治 这个意识形态 为什么中国 那么这个 国内政治 他们国内政治的选举 带来这种 Nancy Pelosi 为什么访问台湾 因为选举嘛 他们自己都知道 因为选举 因为要表态 那么这个 虽然自己不选 给别人去选 还有一个呢 他们有种族的问题 我自己感觉 有种族问题 因为他们有这个 种族的这种歧视 是一定有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很多例子 中华买了这个 先生达以后 因为先生达 变成一个中国公司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很多困难 这个我不再一个个去讲了 那么 对企业来讲呢 反过来 遇到什么困难了呢 政治情况这么变化了 企业经营遇到什么困难了 第一个是贸易 第一个贸易遇到困难了 什么困难呢 就是贸易出口有问题了 中华来讲 很多产品 过去的产品出口呢 就有个 没有这个所谓税啊 现在就加税了 或者许可啊 各种问题 那比方说 中华出这个 蛋胺酸 一种 一种饲料的填压剂 是石油提取的 一种饲料营养剂 是 它价值比较高的 过去一日出口美国 那后来就不能出了 因为加三十的税 那后来说 那不出算了 那因为这公司的源头 在法国 法国还有公司 那中国就不出了 让法国公司 出到美国 让中国货 卖到法国 卖了半年 他们知道了 不行 这也不行 你是不可以用 这个法国公司的货 出到美国 你自己买给法国的 这也不行 它这很严的 这个也不行 基本上这个贸易问题呢 这是这个公司啊 在这个所谓的 所谓这个争端中 遇到第一个 第二个投资 投资呢 现在就是 你要上市也好 你要投资也好 核子也好 你现在招美国的公司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国家 有没有说不允许 但是给了很多警告式的东西 警告你 这个不行 这不行 警告你 两国可能发生中毒 警告你有什么危险 那这个 这个结果 你不用再做了 这个现在看起来 很多上市IPO里边 过去 想去找美国基金的 甚至美国基金参与的 都不行了 这是目前的这个形式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 其他这个东西呢 都没有那么严重 最严重的是技术 是封锁 就更严重了 而这个技术封锁的严重啊 它不是现在 它过去也已经开始了 但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严重到 严重到简直是登峰造极 让你不可理解的程度 这个中华呢 和那个 和那个叫Honeywell Honeywell Honeywell就 Honeywell 有一个 原来合作的公司 合作公司呢 我自己来吧 合作公司呢 就这个 这个合作 年限 初步到了 到了以后呢 那么要谈一个新的 合约 往下怎么走 这其中有一个就是 用什么技术 因为这个 它是一个 这个制冷剂 就是这个空调制冷剂的技术 汽车空调制冷剂的技术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 那么但是 中华资解 也做了很多的研发 中华资解 也有一个技术在里面 这几年研发的技术 中华现在有人底 那么就说 好了 我们现在 我们要合资 我们下面怎么做 它有什么技术 要不要一千技术提升 那董事长来了 我和他见面 然后呢 我就问了一句话 因为我也不懂这个技术 我比较天真地问了一句话 我说 你这个技术 如果用的话 大约 是吧 有多少成本 多少钱 他说 这个不能说 他说 我如果告诉你 成本多少钱 你可能就猜出了 我什么技术 我说 我都 你告诉我 我都不懂 你还不要说 成本多少钱 他认为 现在不能说 那你可能猜出来 你可能会猜出来 我大约是什么技术 你可以看到这种敏感性 就是敏感的这种程度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 这个是在中美 刚刚开始有点摩擦的时候 现在就更严重了 可以说 我觉得目前遇到的这个情况 基本上就是这么 就说到所谓的情况 就是刚才大的变化 其实遇到情况 就这么些变化 中国的公司怎么应对 刚才讲的 叫中国复杂变局中的 中国企业管理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这个题目呢 一直有问题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 就把复杂变局中的 中国企业管理呢 就是说 对这个企业管理 有些改变了 复杂变局 怎么来管理 实际上呢 这个 复杂变局 我觉得 对企业来讲 这个 不是一个借口 就说你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的企业 它是有规律的 我给老美说 我说 你的技术不卖 我们没意见的 不知道非卖 卖不可 那我们自己可以做 只是说 你自己算成本 你自己算卖不卖 更合算 那这样的话 你才 你才 你不能说 为不卖而不卖 为了限制而不卖 那是问题的 但中国人来讲呢 中国人自身来讲 就是说 即使没有变局 我们做好了没有 即使没有变局 很多人没有做好 而且在以前 风平浪静的时候 而且以前 这个国际环境 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真正的 把中国的企业 做到最好 而我们这个管理也好 把我们整个企业 管理体系里面 有很大差距 所以从这个来讲呢 不能怪任何的 这种 这种 这种变化 这个 这个我记得这个 89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 是 8788 是吧 9798 998 应该是98年 998年 现在也三十来年了吧 没有 差不多 差不多 那时候呢 这个情况很严重 包括台湾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 那时候这个 台湾地区也很严重 我记得 这个 这个 包括 韩国也很严重 包括这个 东南国家吧 泰国就更严重 那么金融危机很严重 那时候呢 就中国的企业呢 出了很多问题 特别在 在香港的 和这个企业出了问题 那么实际上呢 我当时要写过一个文章 我说 这个东西呢 就这么说 就说 你这个企业本来也不怎么样 可是呢 现在呢 那时候把他们叫 海盗嘛 Paris 把他们叫 把他们这个 这个 这个索罗斯这些人 我说海盗来了 是把你给影响了一下 我说可是 你也不能把以前 你自己没做好的 或者 我说 你也不能把以前 你这个 你说 你家里被海盗抢了一下 这可能 但是呢 你也不能 不能把以前 你吃喝飘度 乱花的钱 做坏的东西 买了你老婆说 都是海盗抢跑了 没了 一刷干净了 这个也不是个借口 我觉得 我当时的华润 为什么感谢这个文章呢 华润当时就没有问题 华润恰恰因为 那个环境之下 大大发展了 大量的资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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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很便宜 那么 华润在 恰恰恰恰的之前呢 几个厦时公司 集资了很多钱 那么一下就变成了一个 那时候 买的公司 不算现在 还得什么 算市盈率啊 多少倍啊 现在不光市盈率了 现在 现在讲这个 一倍大的倍数 一成 现在不计算 现在盈盈额 可以算倍数 现在看来盈盈额 都不可以算 现在 贵损也可以 没问题了 就可以估值 那时候基本上 到哪个企业 精神资产多少钱 精神资产 一千万 大气账 卖给你了 赶快卖了 很高兴 吸引外资了 那那时候 就给华润 带来很大的一个 发展的这么一个潜力 所以从这个来讲呢 就说是 我觉得这个危机也好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这个 也是一个机会 而且也是对企业的一个考验 那么再一个呢 就说 上海说 国际化 要创办 世界一流企业的话呢 你不能说 觉得中国 创办世界一流企业 所以我的企业 经营得很好 我就在上海 我世界一流 也可能 你不要做个餐厅 做最好吃 别人做不出来 也可能世界一流吧 也有可能 但是你说 世界一流企业 那么世界一流企业 这个标准 现在也不太清楚 我希望负担 能不能搞这个标准 因为我问了很多的 所谓 CEO 老外的 他们被我们认为 已经世界一流企业了 我不知道 我们没做过 世界一流企业 我就是 随着企业 怎么经营 就变成这个企业了 那是不是世界一流 我们也不知道 是别人评的 那这样的话 就变成 就是从我们来讲 这个 所谓国际化 这个 世界一流企业 那一定要坚持 是一个国际化 经营的企业 就是现在有点 大家说 我们就在国内算了 那么 这样的话 会 最终啊 当然你最终 你也会 你也会 面对世界竞争 你在农村里面 你也看到 那个 John Deere的 那个收割机 那么美国人 已经把它 竞争到农村去了 你在 你不用在县城 你在农民家里 都会有 国外的这个农机 那这个竞争 就很 深入了 不是简单的 说 不要到国家上去竞争 你在中国 才有国际竞争 因为中国是 开放的国家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国际的心胸 国际的态度 国际的眼界 面对国际的这个竞争 是世界医学习必须的 把这个躲不开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不会因为这个 所谓 变局 就我们变成一个 一个 闭关自首的 一个 这个 一个 自己的一个 一个 一个经济体了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呢 我觉得 这个 说世界医学习来讲 目前来看 还是这个 技术 我今天把这个 这个技术和研发呢 它本来 技术和研发 研发和创新 就是企业的第一宗旨 第一任务 这个 企业这种组织呢 形成以后啊 我也说 它基本两个任务 一个是效率 什么效率 就是它一定要用 最少的投入 做最大的产出 能种出 多一棵草的企业 就是创造 它一定要在 一定要尽它 最大的一个努力 去创造一个新东西 这样是财富的创造 才有这个 所谓生活的 质品的提高 才有人和自然 这种物质交换的 效率的提升 才有现代社会 这是效率第一位的 任何脱离这个效率 任何脱离这个的 讲别的 最终会活不下去的 但第二个就是创新 就不能单单地重复 必须有创新 大家说 哎呀 现在企业里边 研发创新 那么 个人个人的角度 不同的 那么这里边呢 中化提出来就 就是这个科学之上 科学第一位的 所有东西 以创新和科技 为主题 创新和科学 不是说 是一个副业 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 你要不要 说有一个研发部门 就搞就可以了 那么 科学技术和创新 和研发 就你的主业 基本上在每个企业来讲 都会是这样 为什么呢 现在看起来 在这个人类的这种 大宗商品的 基本需求啊 这个满足以后啊 如果再没有创造的话 那么基本上 很难有副价值出来 必须有价值 必须有这个技术的研发 那么 所以从中化当局来讲 就是这个 没有创新 没有研发 不投资 没有研发 不并购 没有研发 不增加新产品 那必须有研发 驱动 升级的产品 那么新的创造 才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 也就变成了 现在来讲呢 就是作为企业的一个 竞争的最重要的战略 目前情况之下 我觉得出去 真正的 我现在说的是技术的 研发 创新 除了这个以外 我觉得企业 没有更多的战略 再说其他战略 目前来讲 都是不对了 因为过去了 升级了 我们从一个比较 比如说小的经济体 变成大的经济体 这个GDP 是吧 这个规模不一样 从低成本的企业 从高能耗的企业 从高排放污染的企业 从低价的企业 逐步走出来了 任何人跟不上这一步 就不可能 尤其能有进步 所以说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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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从这个 我在中华到后期 那么也变成了 就是中华整个 整个的这个团队 那么全面转向 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 这个研发 研发驱动 为这个新材料 新产品为主 那么整个公司会调动起来 去做这个东西了 那么也有很多成绩 很快就有很多成绩 很快有很多成绩 关于你把研发 研发的目前的问题 不在前 现在几乎啊 大写里边 没有说 我研发没钱 几乎没有 就是怎么用 这个 这个研发的管理 是非常难的 你想把这个钱 变成一个好的技术 是非常难的事情 你不要有些说 研发都没钱 给钱也没用 中华这个 这个 我曾经树里 树里过 200亿的研发基金 当他们说 哎呀没钱 为什么影响盈利 这个那个 我都好 我们研发基金 你们有什么项目 包上来 拿着钱来做研发 竟然半年 都包不出项目了 为什么呢 想知道研发 什么都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你研发这个 别人都研究过了 别人正在研究 那么别人 或者说这个 已经领先多少了 那你要知道 你在什么领域 你刻做什么东西出来 你能不能发明 一种新的合成材料出来 化学很有意思 化学就是一个 创造新物质的 一个科学 它就把一个世界上 过去不存在的物质 创造出来 变成一种新材料 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这个 就像穿的运动鞋 比以前更轻 更好 更便宜 为什么 因为它新材料 合成材料 衣服也是一样 装修材料 都是合成材料 那问题是 你也发什么 是吧 你提一个很高的 提一个光刻机 你还不出来 那你可以提一个 光刻胶 你可以提一个光学气体 那我们现在做光刻胶 做光学气体 做储能 那这也可以 住不来住不来 因为这个 不是马上就跳出来的 但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了 从企业来讲 这应该是最主要的了 中华有一个产品 我好像先不说这个产品了 我说一下 它这个 沈阳院 有一个 中华的沈阳研究院 有一个小产品 它叫宝镯 那么实际上是一个 杀满虫的 这个满虫 是很多 不管家里也有 田里也有 什么都有 那么这个满虫这么多年 可能20年了 没有新药 满虫已经都不要抗药了 整体都不要抗药了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 就说是 因为满虫的这个药呢 是被这个 拜尔公司和这个 日本的 西米托某 给助用化学 他们垄断了 中国就卖了两个药 但又不太 又贵 杀虫效能又不太好 中华 这个人叫李斌 这个 李斌呢 这个有意思 用了15年的时间 就是这个 生物性的 合成了这个药 那么 而且这个 这个人呢 他平常 工作不太努力 掉上当了有点 我和他一起 上了那个 对话节目的 我请他去上 对话节目去讲的 那么 这个药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反正 第一年 市场份额 就到了二三十 第二年 超过五十 盈利呢 第一年 可能有一亿多 第二年 两亿多 就把那个 所谓的宝拙和那个什么 不是 把那个所谓的 那个拜尔公司 和那个 西米托某的公司 打没了 打垮了 打得差不多了 那后来是因为 是这个 这个巴斯福里 一个中国区总经理 见到我 给我讲 说您懂啊 说如果农民知道 你是宝拙的 老板的话 他们会很感谢你的 为什么这个药呢 又好 又快 又便宜 那么这个 这个 后来 他们说奖励他 这还非常谦虚 他别别别 给奖励我 大家一块干的 后来可能奖励他 一百多万块钱 那么他给大家分了 我肯定不行 我这个 要把他奖励成富人 要让他变成一个富人 要让大家知道 有这个发明 是有价值的 后来奖励很一两千万块钱 可能是 我到最后 什么发表 我们得闹清楚 反正整体来讲 大大奖励了 但他从中的价值 原来超过了他这个 这个 这个 所谓这个奖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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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孩子很谦虚 别奖励了 我这十来年 掉了那你没怎么管我 给我发工资 这就不错了 但是他这个 超过的形容 因为这个 他现在研究什么呢 研究一个 这个更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这个 稻田里边 是长草的 稻田里边 你是不能用除草剂的 因为稻子 不像玉米 有些玉米可以抗除草剂的 因为那转金玉米 稻子是没有转金 那所以就不抗这个 除草剂 他的研究呢 就是 非转基因的 除草剂 用稻田 我这边好好研究 这样你还自己码 还能活三十年 咱们咱就研究三十年 那么 虽然我这是很大的一个题目 就是 在没有转基因变化的情况之下 使这个 两种 这种植物 有一种 会死掉 有一种会活下来 这个我觉得 就是很好的一种 它这个题目吧 就是为什么 就是企业来讲 目前啊 不管什么企业 不管什么企业 哪怕你是做水泥的 你是钢铁的 你不升级是没用了 今天来讲 这个 我的这个 这个体会吧 那么 实际上呢 中国的企业在过去呢 和外资的企业 很多的竞争 在国内 那么 这个竞争呢 还是很激烈的 实际上 那我也想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 为什么会形成了这个东西 为什么 比方说 在英美的 美国的政府 美国和西方的政府吧 对中国贸易啊 中国的投资啊 对这个外资 这个 对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政策 发生了变化 一些制裁以后呢 那么 他们的企业 比方说 他们在 有业务在中国的企业 没有特别地站出来 替中国说话 说了一些 也不多 没有特别说 哎 我认中国很好 不能制裁中国 中国是我们最好的市场 那有一些 最近有一些 最近开始多起来了 那他们在中国的经营呢 实际上呢 也收到了很多的竞争 很多的竞争 那么他们在觉得 中国应该有更多的 更宽松 正常给这 外国的企业 那么 实际上 但是呢 中国企业未来啊 中国的企业未来 在很多行业里边的竞争 那么作为一个 所谓民族企业来讲 那么它面临的 首先在国内的 中国国内的竞争 一面对外资 这已经是一个 目前 几乎所有行业里边 中国的大企业 面对竞争 就变外资了 那我就觉得呢 这个 我说这个 这个 华润呢 最早做了一个啤酒 从零开始 什么都没有 那么走到今天呢 那么 中国的啤酒 变成了全国第一大了 实际上也 从量来讲 量 来讲 你变成了世界第一大了 但是它利润 不是世界第一大 因为咱们比较便宜 那么这个过程呢 走过了 现在已经32年了 因为它不 前两年又不是书 就30年 让我写个序嘛 就是已经过两年了 进行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实在 你可以看到呢 目前来讲 在这个 啤酒这个行业里面 这也几千亿的 这个市场 那么应该说是 中国的企业 包括华润也好 雪花 青岛也好 那么基本上 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占优势的位置 这是个竞争 竞争的这个 比较激烈的 这么一个领域 那么再一个呢 你比方说是这个 当然从华尔来讲 他不光是做啤酒 他把很多国外的 啤酒的公司 包括富士达 来那层几个公司吧 这个达能 后来都卖给华润 那么这个 而且呢 这个什么呢 成了华润的小股东 有一个故事呢 是他们是这个什么 这个 因为让我写个序嘛 写那个书的序嘛 我书上也写了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就是当时华润 买了大连的皮油厂 大连皮油厂 当时的名字叫 大连博海皮油厂 买了以后呢 这个博海皮油厂的品牌 酒的品牌 叫大泥根 大泥根 大 大连大 泥 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泥土的泥 也没有三天水那个 根嘛 就是这个 树根的根 我说 我说为什么叫大泥根呢 他说 你知道有一个海泥根 什么海泥根 海泥根 说咱们就是大连的海泥根 那咱们叫大泥根 这样都是笑话 结果 三十年以后 海泥根 真的卖给华润了 活了三十年 就海泥根 现在是华润的股东 但他的业务 融入到华润里面来了 哎呀 后来我说这个东西不容易 就今天就出了一口气 这个大泥根 没人看来没起错 早就有这个梦想 这个 那么我觉得也是 也是一个变化 看起来是一个变化 但是这个历程 是非常困难的历程 三十多年的时间 这边一堆故事 是不是 这个非常好玩的故事 这个 而且它是国有企业 它是一个完全国有企业 这个 这个 完全史上华竞争 它的竞争不是一般闹玩的 它的竞争反正就是 吃到见血的 是不是 那基本上就是 你要拿啤酒卖得好 竞争对手 把你的酒都买去 放太阳碟晒 晒在哪里卖 晒坏了 拿去卖 让他们一喝 谁都再也不喝了 这个 所以说这个 这个什么方向都有的 这个 所以说呢 就是我说这个 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和这个 外子协的竞争啊 中国协议也不断在进行 一般是这个 蒙牛也是一样 你看中良这个蒙牛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 你知道出过几次事 出过几次这个事故 那么 当然同时呢 也这个 这个什么 那么 但是他就是 在过程中吧 变中乱变大股东 那么 实际上经过了很艰苦的过程 中乱调整了人 调整了产品 调整了质量体系 调整所有东西 但是蒙牛还有很强的创业的力量在后边 实际上这个团队 很强的 那么这个呢 这里边有很多外资的变化 那么这里边实际上到后来呢 中乡买了以后呢 那么中乡自身 那么也希望 就是能把它编的比较国际化 那后来也引入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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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能 引入了叫 这个 这个丹麦的这个叫阿拉 是欧洲最大的这个 原来的公司 一起来做 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以后 那么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 他们通过蒙牛来销售 还是不错 但是呢 就是蒙牛本身 还是继续以这个 原来的团队 原来的基本的产品架构 来 来经营的 经营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目前来讲 你看这个 乳品行业呢 目前呢 和皮肥行业一样 外资逐步都会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外资 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路径和产品 成本 来 把中国企业 这个 搞走了 但相反 一般说像这个洗洁精啊 牙膏 就占领了 因为这个已经占领了 这个很快就占领完了 你再弄也很难了 我今天不是说外资不好啊 外资很好 非常欢迎外资 我只是说 民族企业也 国有企业也好 要进入这个竞争 有个竞争 最终啊 最终啊 他这个 在这个市场上 还会有竞争 那这样的话呢 你说 你说什么叫 企业 企业战略应该怎么来做 也就是说 变局不变局 变局不变局 都没有关系了 我觉得 因为企业永远会变的 没有什么说 企业禁止了 不变的 而万变不利其中 企业本身 必须不变一万变 你做好你自己的 基本的东西 你不管外边怎么样了 是不是 你不管外边怎么样了 第一个 是不是好产品 好了 好产品只三个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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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良做广告 就说三个字 就成员类好产品 我也写文章 非常难 所有的企业 所有的企业人 你从 你从这个董事会 你从这个企业的 所有的 服务人员 最终的结果 要支撑企业 是不是好产品 开会 开会挺热闹 发言挺热闹 是吧 公司内部研究战略 PPT 一种好几百页 开到半夜 不参会 最终的产品出去不行 没有了 是吧 我说好产品呢 是唯一的企业和市场 和社会 对话的 一个渠道 好产品 自己会走路 好产品 自己会说话 不用你去 这个 做更多的广告 但这个呢 是全员的 全系统努力 都达成的 咱们现在很多 这个企业里边 大型企业里边 各个机关里边 制造了很多工作 就制造什么工作呢 就说这个 就说这个 你给我制造一个 什么文件 我给你制造什么文件 忙了忙去 开会 最终市场不知道 产品没有变好 就是自己老写报告 老做研究 那最终呢 没有落到 真正产品上去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这个 你比方说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你比方说 中化 并购 先证达 这个过程 那么这很大 这个是 450亿美元 并购这么一个企业 非常国际化的企业 非常研发驱动的企业 基本这个企业 就是研发驱动 这是一个实验室 实际上是个 每年必须新产品 生产也好 都不用它 基本上大部分 不用它生产 它必须研发 研发的研发中心 一个几千人 在美国 在英国 在瑞士 都几千人 一年花 二十亿美元 以下费用 那最终 必须找到一个 新的药品 生物药品 我看上真是挺难的 为什么 这个生物药 放到这个植物上以后 不能杀死 蚂蚁 不能杀死 蜻蜓 不能杀死 蚊子 只能杀死 那个药 不能污染土壤 各种小动物 一大堆 都来试 没事 它这个药最后 他们开玩笑 就说 说 我这个药比红酒 喝酒 说比红酒 就要 危害低多了 他说 你除了你拿红酒去 肯定过不去 肯定是不行的 那肯定 那是 关上不让 但 就这种情况之下 他说 比人用的要难 人用的 他自己体内 一个副作用就算了 这个不行 这个你都放到外面了 但这个企业 也是被中国人 已经第六年了 今天已经第六年了 那么也发展得很好 最近要上市 那么 那么这个 也是这个 他的管理团队也好 市场也好 而且对中国农业 逐步提供很大的帮助 就是这个 也是中国人 并购了以后 逐步提供很大的帮助 我说这个呢 就是实际上 都是一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过程中啊 就是这个 当然也有很多的困难 过程中呢 带来的一些 最终的 这个和外资的 竞争也好 合作也好 这个结果 那么 最后呢 就是说 这个过程 就这些过程啊 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 当然你可以把它 把它搞成一个很 我在这儿想 能不能搞成一种 课本形式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 NBA课程呢 没有好课本 我 这么多人 有点灭 不不 这个我在 我在北大 我在哪儿都说过 我在哪儿都说过 不是没有好课本 是没有课本 我跟你讲吧 我买了几个 我看 这是课本吗 这个东西 管理学 是什么管理的吗 那么 那么 听老了 这课本也 我不知道现在 用什么课本 我不知道能不能 有一个课本 形式的东西 就是 当然 反正我自己感觉呢 就是 实践的这种 或者是现实社会的 这种丰富 丰富和变量 就是 实在学校里 他感受不到的 他必须是有一个 理论框架和现实的 刚才就是 宁光讲 陆远南讲的 这是一个 所谓 艺术和这个 和什么呢 艺术和这个 科学 这个结合 就是 反正我跟你讲 反正 这个 这个 这东西呢 就是他很好玩 就是你比方说 我先生在北大 张文英在那次 就是那次 他那个国库发院 然后呢 他叫我去讲 他讲的比我多 实际上 就像今天 宁光唱的讲 比我多一样 是吧 然后呢 他说 我说呢 他一说 他最主要说什么呢 他一说 这个 国有企业根本 没有企业家 是不是 国有企业哪个企业家 他说 那今天呢 我一说国有企业 没有企业家 好多人就拿宁光 来怼我 他说今天我跟你讲 我 一说 宁光你顶多就算一个 有企业家精神的 国有企业领导人 但是 这说到课本 这说课本说过来啊 我也挑战他 我说我跟你讲 宁光 你哪本课本给我看看 年龄这么多年了 这个 后来我也问姚杨 姚杨说 我研究经济学的 我不会研究课本 经济学课本给我看一本 到现在大学 还都杀米尔森 这个我就不想象不到 怎么现在还都杀米尔森呢 那就是华盛顿共事啊 是不是啊 不是他现在就 哥们基础还得来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还有本叫曼坤吧 什么说的 就两本吧 还有吗 还有 我一看 再版多少版了 再版了很多版了 那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为什么说这个呢 就是 我说这个经济学 和这个管理学 和这个东西 实际性啊 因为 张文英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文英实际上呢 华盛买万科的时候 多少年前了 他们就反对 那后来呢 结果我那时候是北大 我还是让我当个什么老师 啥玩的 那后来就说 那能不能把 王氏他们叫到北大来 我问你说 保证你投资万科这个事情 能不能我们讨论一下 去了 去了以后 当然你知道 他们那些人呢 基本上他们对国企 完全就是一个 否定态度 反正他就说 卖国企肯定错了 你卖国企干什么 这个 那么这个 我就说了 我说我跟你讲 你 那 你要说 国企怎么管好 他说我不研究 为什么 赞万死我管 研究他干嘛 那么 我说好了 那 怎么个师父 你说出来吧 是吧 因为你是 你是学者 你有这个责任啊 是吧 对不对 你老高什么 月球上好 你高什么月球怎么去啊 不能去说个木楼拉倒 就结束了 不再说了 他说 他说 这个 这个什么 他说你这个 他那天又说这故事了 他说 你这个王石吧 你就以为啊 就是 说你看个墙 墙上有个钉子 这个钉子就你告诉你 你以为这个墙 钉得挺结实 你把你包挂上来 你就挺好 钉得挺结实 没想到 墙塌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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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这个 他那天又说这故事啊 他说 你是用脚画画 画好了 也不等于 多用脚画画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在当时来讲 有它一定的道理 但是它 确实是 没有深入地 再跟走 深入一步的 对企业管理的 很多的方法 企业官里的 企业家 所谓企业家 有一条就是 你对你这个所有制 你这个老板 你也能改变他 你要能 在这里 闯出他路子来 你不知道 我就待在这 反正我就企业家 那肯定不是 那这个东西 他就没有 他觉得不行 那肯定不行 那么 实际上 国际这两年 他摸索了很多方法出来 就摸索了方法以后呢 去逐步地去 扩大一点 国企的这个好处 缩小一点 它的这个不足 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 这是肯定的 这个不 它一直是带着一种 这个矛盾在里边 那今天我说这个呢 就是刚刚说的课本嘛 还是说的课本 本来没说这个 想起来啊 那么实际上呢 我觉得呢 就是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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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性的东西呢 过程性的东西 是很宝贵的 刚刚大家提到的 五部组合论 那个书里面呢 实际上呢 它是比较散的 然后大家写下来的 华润和忠良的人 给我发短信 说这个书一书 他们主要说的 说 林总 很有亲切感 很有神灵其境的 那种现场感 他们是经过这个事情了 因为这 那里边也很有故事 但这里边 要是万人们经历的 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 深刻感觉 这个 这个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实际上还得经历 有一点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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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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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画面感 那么 那么 才能去看这个东西 但我觉得这里边呢 虽然 他也说了很多变化 这里边也说了很多困难 也说了很多方法 那个逻辑 肯定自己去连它 可能很多 里边不是一个 连得那么紧密的 但是以后 知道这个过程 是怎么过程走过来的 而它里边带来的很多规律 是长时间可以用的 而是证明成功的 据说 你比方说 这个 别人给我说 我今天说出来 他说 他说你这个在 这个 豪人 中粮 中化的几个企业 他说你这个投资成功率很高啊 你基本上没有 投资没有 大失误 小失误有些 小失误很小嘛 大家也不知道就算了 反正 没搞 没闹大 没闹大 算了不搞了 要再那的话 大家肯定会知道的嘛 就是这个 那么 这个东西还真是有点 这个什么了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失误少 这些企业 有任何一个大事物 对他的冲击 和他的发展 和在国有体制下的要求 都会带来 极大后果的 如果说 黄人 投资 比方说 你不管是 电力也好 啤酒也好 地产也好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水泥也好 是 各类的 什么东西 说 夸 出大问题了 大亏 怎么不行了 在咱们企业里面 就是影响大 影响所有的企业 影响所有的团队 都带来问题 他没有 为啥没有 当然第一个是运气 就是 反正没状态 就肯定是 但第二 一定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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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 管人的规律也好 还是管战略的 规律也好 还是管运营的 规律也好 我觉得这个呢 这个原则 因为我确实 也和一些 不管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的老板 一会儿吃饭聊聊 说实话 就是 我听他们 那个思维 讲那个话 我觉得呢 可能比华人啊 比重量 是要差一些 他们在管理 当时管理的体系上 是差一些 那么它会出现一个 极度膨胀了 出现一个 投资别的失误了 搞了什么事 把自己搞坏了 爆雷了 什么这种情况 怎么可能 是不是 那么 现在黄人地产 应该是全国 市值最高的地产 这是五千万投资带来的 就五千万 投资到任志强那 当时那个花园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几千亿了 因为别的公司都掉 包括万科 掉的少一点 国家也掉了 那其他国家就掉了90%了 那好像没动 还剩一点点 为什么呢 和当时的团队 是主要的 基础的继承 布局 战略 经营方式 好的产品 继续的 到现在还去救别人 你比如卖给我 那个卖给我 现在今天说 车身上不好了 刚才卖个好人 他好不好就好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确实 有另一部的 管理体系和文化了 这问题变成他最宝贵的东西 这个团队不断地在继承 从这个来讲的话 刚才也是说到课本 我还是希望能够 找到一个这种路径 写一个这么说的课本 就是将来以后 能有一个共享 就是我觉得 特别中国企业管理的课本 中国企业管理的课本 不仅仅从西方企业的 这种一般的公司成立 逻辑 什么法律 出发 那么 你比方说 公司的战略 公司的战略 真正公司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和我们课本上差得很远 人差得就更远 人家就完全地不到边际 是不是 这个 你学人的资源管理 我还知道麻烦了 这一学 他不如不学 全学的是规矩 一个一个一个 人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 人不是这样子的 人学的什么体系 这个体系的规矩 都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以前说一个人感 没有人感 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没有对人没有感觉 对人本身的 这个 这个要是 这个经济 管理学里面要去讲 也很 要研究 也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你会知道 这个人时刻干什么 不时刻干什么 什么叫功劳 什么叫错误 把它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对人有感觉 后来我说人感以后 后来我一个同事 我到了浙江 对 我们一个企业的浙江 他就接我 在车上 我说 他说 您怎么 他说 领导人啊 就干两事就行 你说 他说什么 他说一个人感 你知道什么人好 知道什么要用谁 第二个 感人 他给我总结了 他说这个感人啊 你要自己做好 就感动别人 别人也跟你走 你有人感是用别人 感人是你带动别人走 我觉得你主意挺好 他说这个 就是这个 那我觉得 这些东西的本身呢 当然你要是 回到一个 一个所谓 理论框架里边来 让他们真正的 有一个感觉 甚至包括对一个人 那基本的一个评价 考核 一个基本的一个选择 那不仅仅说 咱们工作体系 奖励体系 长期短期 怎么画表 打多少分 那么把人当成一个误了 那个可能就有问题 这个 这个不再多讲了 现在多长时间了 我在现在 没时间 没时间 喝过了吧 喝过了算了 一会儿 陆院长 还问问题 这个 前面弟弟讲的多了点 对 你刚刚抢了很多时间 没事 这个 我今天想 最后想说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变局 今天的这个变局 你仔细看的话 不管说 地缘政治有没有 这变局会来的 事实上这个变局 在之前已经来了 但是没有被地缘政治 把它强化 加速得这么快罢了 所以什么变局呢 就是竞争格局 和发展模式的变局 那么在这之前 你想想 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说了 也开始说 有公司会逐步地撤出中国了 是吧 那时候中国不行 中国的成本高了 所以有公司可能 又会撤出中国了 已经开始了 实际上 那时候有公司撤出中南亚 那个 已经开始了 就说中国的经济 会不断地被 就被重塑 重构了 企业本身也必须 适应这种重塑和重构 那我以前说过 我说这个 百年老店 不是百年不变 百年老店是不断在变化中 适应市场的变化 以后的老店 你不变肯定是不行的 是吧 我自己觉得呢 这个企业战略啊 就是你在同一行 要完全不动 但这个很难 每五年 左右 也会有 大的 技术变革 你必须适应 技术变革 也会有 那么 如果说你是一个 所谓 处在不断变动中的 这种企业 每五年 你可能在 战略方向上 就要做调整 产业上 做调整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 如果中粮 不变成国际化的公司 不在国际上 做粮源 这个 产地 粮源的渠道 包括这里边 包括设施也好 人员也好 不在国内 做消费品 只做中端贸易的话 那么今天 几乎没有了 这个公司 已经不需要了 那么你 你做再好都没有 这个 华人 这故事更多了 更是这样子 是不是 那么 那么中化今天 做一个石油贸易公司 一般的加工油 肯定不行了 那必须变成一个 所谓的就是一个 基础驱动的 这个精细化工品的公司 那么对标呢 就对标到这个 所谓 巴斯福啊 拜尔啊 杜邦公司上来 而现在 它比它们都大了 中化产生 16000亿资产 这个拜尔最大 才1万亿 不太道岸 1000多亿 这个欧元 但是呢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这个内容 不行 我们内容里面 很多的 有不良资产 有叫 低效资产 也有 不适合高科技的资产 都有 但是我们有 百分之 七八十好的资产 非常好的资产 非常有进步性资产 非常有全球领先性资产 那是我们基础 从这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变化呢 我觉得 说作为企业来讲 必须沉下新来 说来 这边边边都变了 我觉得这里边呢 这个变化早就来了 早都来了 没有DN真的变化 它也会来的 那么企业的管理的 战略的 不断地 适应环境的调整 不断地去 去做好 做好你的基本管理 做好你的这个产品 同时不断地 对你的战略 不断地反思 做好这个 适应环境的调整 是企业永远的 持续的 基本任务 这个哪条都不能缺 那么 只有这个 才能做好企业 说今天呢 没什么抱怨的 没什么抱怨的 这个 只有说 我们认清这个形势以后 来调整我们自己的 这样的适应它 使企业做得更好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了